- 聽問一間鬼站了 診所不開門 心白痴英雄這個中醫診所 有患者來檢測 心中怎麼聽到上病 症究卻出現歐卡病人 下壞診所上下醫護 醫師隔天也宣布 門診暫停一天 事情發生在20日 會保四點四十五分 英雄的這間中醫診所 一個四十二歲的患者來這裡看診 最難過治療 不知道什麼原因心中 定期 緊繳救護車 犯者快送病醫治療 驚心病醫標示 當時就CPR給他救回來 現在是在做給我們療法 目前還在家庫病房 中醫師公會專連會 去了解是說 犯者心經疾病 中醫師當時快處理 那個就馬上去快點討論 因為覺得他應該有 有可能是心境更差 說這個還好有緊急送過來 醫師就急緊馬上就快點處理了 占据幾六項注意事項 不可以太陽 也不可以吃太飽 不可以晚上沒睡或是喝酒 或是說打招呼的 另外有著手的旁 或是心臟折騎 都要先跟醫師說 薩疹引發心臟停止的風險 臨床上我個人是沒有遇過 可能患者他本身也有一些 心陰性的一些疾病 這個都希望說 患者在就醫的時候 可以告訴Anning的家庭中醫師 新白市衛生局也有聲明 說個案還在觀察中 目前已經開動調查定署 如果違反相關規定 本局的醫法處理 也會盡力協助董事領家庄了解 真相 民視新聞 新白報導